第974章李灵静的处境 可怕的能量轰鸣声 不断于这辽阔的黄金大殿内回荡 影的地面仿佛都是在微微的震动 李洛眉头紧皱地望着能量波动传来的方向 然后他扫了一眼情依 如果这两道能量波动中一道是属于李灵静的话 那么另外一道能够与他抗衡的又是谁 那的情音还是朱朱 李洛心中想着 然后目光转向场中 此时那一群诡异的散修与守护灵厮杀在一起 双方皆是欠缺灵智 所以没有任何人撤退 双方人员都是在迅速地减少 那惨烈一幕 看得李洛三人都是眼皮子围跳 不过随着这双方的检员 他们对于李洛三人的威胁倒是开始降低 准备动手吧 此处动静也不小 扑久了怕是会引来其他人 李洛说到 他的目光扫了一眼战圈中央位置 哪里有一方使展静静地躺着 其内流转的金光 令得在场三人不断地侧目看去 哪里面的灵向经路 才是他们目标所在 其他两人闻言 倒是没有意义 于是接下来三人直接全力出手 先是与那些诡异散修夹及诸多守护灵 带得将守护灵尽数荡除后 这才转移火力 将那些诡异散修也是清除的干干净净 如此约莫时数分钟后 弥漫着血腥气的偏电外 恢复了安静 李洛看了一眼那些死去的诡异散修 他们从伤口处流淌出来的鲜血 都是带着一丝丝漆黑之色 给人一种阴冷不祥之感 这些散修的情况 有点类似被异类所污染 但细节情况似乎又有点不同 不过此时他也没时间去思考这些散修的变化 因何而来 因为随着麻烦被解决 在场三人的目光都是投向了那方实展 可 李洛清壳一声 看向秦一 问道 秦仙子觉得这些灵象精录应该如何分配 秦一微微一笑 道 此处是你我二人先道 按理来说本应是你我二人平分 至于朱兄 不仅未曾有什么贡献 反而还招引来了一群诡异散修 于秦与李 都没有染指灵象精录的理由 朱大玉闻言 顿时胖脸一垮 想要发火 却又明白秦一的厉害 当即只能冲着李洛哭丧着脸道 李洛兄弟 我刚才为了拖住那群散修 浑身都是血窟窿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李洛想了想 道 秦仙子 朱大玉虽然引来了诡异散修 但如果不是这些散修 我们处理守护灵也会费一些手脚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灵象精录 你我二人各自四成 分配给他两成 如何 朱大玉闻言 顿时喜道 李洛兄弟仗义 虽然知识分得两成 但终归是比没有好 眼前两人一个比一个棘手 能够从他们手中分润一点 朱大玉已经心满意足 而且 他虽然看似吃胖 实则心如明镜 如今李洛与秦一念合心不合 双方实则对彼此皆是怀有忌惮 李洛帮他 更多是想要借助他的力量来对秦一施压 或者说 打破两者间的一些平衡 秦一谋光波动了一下 但但道 李洛龙手倒是想让我来做这个恶人 他聪慧精灵 倒是察觉到李洛潜藏的一些用意 或许他是巴不得自己反对这个提议 那样的话 李洛就能够有理由挑拨朱大玉和他联手 然后一起对付他 到时候说不得 还能将他这里的份额给抢了 毕竟朱大玉的实力也不弱 如果他与李洛联手 秦一感觉今日他可能真是只能暂且忍让 秦一心中思索树袭 然后便是微微汗手 但声道 那就按照李洛龙手所说分配吧 为了那多出来的一成份额与朱大玉为敌 属实不至 李洛文言 面上笑意盈盈 心中却是略过一抹失望 这秦一还真是谨慎隐忍 一点机会都不给他 而后他手掌一招 相利用洞间 直接是将那时斩卷来 在另外两人的注视下 将其中的灵象精录尽数取出 然后按照先前所说做好分配 最后李洛到手25滴灵象精录 这种收获让得李洛暗自叹息 如果这些灵象精录全部都由他一人享受 那此次收获就算是真的盆满钵满了 分完灵象精录 李洛看向两人 问道 两位接下来可要一同探索 朱大玉连忙道 我同你一起 那些散修颇为诡异 走一起还能互相照料 秦一则是淡笑道 好意心领了 我还是先去寻我那足兄吧 他摸不准李洛与朱大玉之间有什么勾连 所以不想冒险与两人走在一起 免得到时候被袭击 将自身陷入险境之中 说完 他便是静止飘然远去 李洛望着他离去的倩影 叹道 可惜了 朱大玉深有同感的点点头 道 请仙子美名传遍天元 不能与他同行 的确是有些可惜 李洛摇摇头 道 我是可惜被他分走的灵象精录 如果他跟我们走一起 我们还能找机会把他给抢了 朱大玉一致 道 粗鄙 如此美人 爱惜都来不及 怎么能有这么险恶的心思 李洛道 他手里 起码都有七八十滴灵象精录 朱大玉沉默了一秒 道 现在追上去还来得及步 李洛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却是懒得理会 而是转身对着先前那股可怕能量波动传来的方向急驰而去 朱大玉则是赶紧跟上 两人于黄金大殿复杂的环境中迅速前行 而此时的这些区域中已经是开始变得混乱 不仅有各方人是为了灵象精录而大打出手 同时也有着守护灵四处诛杀 当然 那些如同被异类污染的诡异散修 也是不断地涌现 四处都是在大战 乱成了一锅粥 甚至还有不开眼的人盯上了李洛与朱大玉 不过伴随着两人展现了崔库拉朽般的手段后 倒是振折了一些不怀好意之辈 而一些实力强横 实力达到四星甚至五星的天珠敬强者 则是因为忌惮两人的身份 保持了理智 未曾轻易地出手 眼下这里到处都是灵象精录 犯不着因此去吃这两个明显不好对付的刺头 毕竟身为天王迈的天骄 谁也拿不准他们手中会不会有什么威力可怕的保命之物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李洛与朱大玉道还算是顺利地穿梭于黄金大殿之中 而就在李洛逐渐地接近此前那能量波动爆发出来的位置时 突然其神色一变 猛地止住身影 因为这一刻 在那前方的位置 突然再次有着极为恐怖的能量风暴爆发 哼 那股能量之强 比之前那一波更为的恐怖 李洛与朱大玉直接是被震得身影狼狈的后退 体内气血剧烈地翻涌起来 四周的剑竹更是在不断地出现裂痕 这是什么东西在碰撞 朱大玉骇然道 李洛抬头望着不远处的那片区域 知见得哪里的庭院 房屋在不断地倒塌 可怕的能量冲击波在肆虐 那两股能量 其中一道便是李灵静所有 现在的他 正在与一个极为可怕的强敌交锋 李洛眼中有担忧之色浮现出来 他将自身相利尽数地爆发 抵御着那股能量风暴的冲击 待得好片刻后 那股风暴方才逐渐地减弱 然后李洛就见到 似乎是有着一道 令人感到不安与不祥的黑色雾气 自那个方向冲天而起 鼠息之后 便是凭空消失 李洛皱眉 然后一咬牙 加快速度地冲了出去 李洛兄弟 那边太危险了 还是不要靠近了吧 朱大玉见状 连忙劝说道 但李洛并没有理会 速度反而加快 朱大玉愁愁了一下 最后一咬牙 也是施展速度跟了上去 在两人全速下 数分钟后 他们终于是来到了能量爆发之处 然后便是见到那满地的狼藉 四处的建筑被破坏殆尽 那残余的能量波动 更是引人心惊 李洛看向前方一条残破的走廊 哪里阴暗一片 但在黑暗的阴影中 李洛见到了一道 立于哪里不动的熟悉倩影 正是李临近 李洛缓步走去 李洛兄弟 不要过去了 他不对劲 他身上的气息 有点像之前遇见的散修 朱大玉胖脸上汗水滴落下来 急声道 李洛摆了摆手 道 朱兄弟 你在这边等我一下 他必须去确定下李临近的情况 不可能真的将他丢在这里 不管不顾 他一步步地走入阴冷的黑暗中 然后停下脚步 轻声道 临近堂姐 你没事吧 那道倩影没有回答 他那白皙的脸颊也是隐于黑暗之中 李临近的情况似乎是有些不对劲 李洛深吸一口气 然后果断地走了上去 手掌伸入黑暗中 一把抓住了李临近的手腕 入手处一股阴冷的气息 令得李洛心头一颤 然后他便是见到黑暗中的李临近 猛地睁开了双眼 原本总是带着盈盈笑意的好看性目中 此时确实有着暴虐 阴暗 混乱 杀戮等无数负面情绪如潮水般的涌出来 令人不寒而栗 第975张魔物扩散 当李洛看见李临近那充满着负面情绪的眼神时 心头顿时一寒 这一瞬 他仿佛是再次看见了当初在西陵暗域中所遇见的那个披着李临近面貌的石灵真魔 而在李洛心中亥然时 眼前的李临近也是陡然反手抓住李洛的手掌 细长的指甲直接是掐进李洛手背里面 这一刻 他那受到天龙战体强化的肉身 仿佛都是没了作用 而且在李洛的感觉中 李临近那纤细的手如同万年寒冰一般 冷得人心头都在打颤 手背处传来刺痛 李洛沉声道 李静堂姐 你怎么了 快点清醒过来 然而李临近却是没有回答 那抓着李洛的手 反而是愈发的用力 白皙的手背上轻轻跳动 看似柔弱的小手 却是将李洛的骨头捏得在嘎吱作响 眼神深处 负面情绪如潮水般的涌出来 眼球处 似是有诡异黑线在攀爬 是石灵真魔的痕迹 李洛健壮 心头一震 看来李临近那原本已经被驱除干净的石灵真魔 在经过先前那场莫名大战后 又有着出现的端倪 可是 想要镇压那种东西 一般封侯强者都做不到 唯有依靠王级之力 李洛想到此处 心头灵光突然一闪 手掌一握 金玉玄向刀出现在手中 然后他心神沉入其中 引动了深处的那一道王者印记 轰 那一瞬 似乎是有着一股无法形容的浩瀚气息泄出 在这股气息的触及下 李临近娇驱猛的一颤 那握住李洛的手终于是触电般的松开 同时眼中如潮水涌出的负面情绪也是迅速的退散 树袭后 他的双眸中再度有着灵动浮现出来 李洛 他望着眼前的李洛 嘴角浮现出一抹苦涩的笑容 身子却是突然无力地倒了下去 李洛健壮赶紧将他扶住 然后拦腰抱起 李临近抓着李洛的衣衫 微微地缩了缩身子 苍白的翘脸在此时显得有些无助 李静堂姐 怎么回事 李洛担心地问道 李林静脸颊无力地贴在李洛胸膛 叹了一口气 有些阴郁地道 刚才我遇见了另外的石灵真魔 李洛眼神骇然 忍不住地失声 另外的石灵真魔 这东西怎么混进灵香洞天了 在那灵香洞天外 可是有着各方势力中的顶尖强者镇守 这些异类不可能混进来的吧 李林静沉默了一下 道 他们不是单纯的异类 应该是一种与异类相容的特殊产物 所以他们若是不主动曝露 恐怕连封喉强者都无法察觉 先前那头石灵真魔 应该就是冲着我来的 我与他交了手 他极难对付 李洛面色凝重 能让李林静都说极难对付 可以想象刚才两者间的交锋 是何等的凶险 怪不得爆发出来的能量 波动那般的恐怖 不过他道也是未能如愿 最后被我所击退 李林静柔柔弱弱的声音 吐出来的却是相当强悍的言辞 林静堂姐倒是厉害 如果是那情音遇见此物 恐怕下场会更加不妙 李洛书道 带着一些安抚之意 李林静苦笑道 虽然击退了他 但我也被其气息所侵蚀 所以先前才变成那般失控模样 他眼帘围垂 声音轻轻 这说明我曾经的污染 也未曾被彻底驱除 道是辜负了你一番好意 李洛叹道 林静堂姐不必客气 我所求知是你能平安 李林静唇脚泛起懒散柔和的笑意 道 李洛堂弟是个好人呢 背发了好人卡的李洛 则是关心问道 你现在状态怎么样 香力消耗颇大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恢复 李林静拧了敏红唇 道 李洛堂弟将我放下来吧 我这虚弱模样 还是别给其他人看见了 不然到时候遇见秦英那些人 我无法振折他们 如今这黄金大殿内混乱不堪 各方势力以及桀骜凶狠的散修都在争夺 如果李林静表现出虚弱无力 这在遇见秦英 秦英的话 对方说不定就会趁机对他们动手 而到时候李林静状态不佳 光凭李洛 恐怕无法抵挡诸多觊觎 李静堂姐不必担忧 我自有手段 见到李林静此时自身都这个状态了 还在担心他这边 李洛有些感动 笑着说道 不过他还是看出这个姿势 让李林静有些不自在 所以他就将其松开 放了下来 李林静落下身 身子还有些贪软 线细小手扶着李洛手臂 苍白的脸颊微微泛红 然后他从空间球内掏出了一柄流转着不祥气息的破碎断剑 随手扔掉 李洛看了一眼 那是李林静此前使用的一道紫眼宝具 但看样子是在先前的战斗中被毁了 李林静稍微恢复了一些力气 目光突然抬起 看向残破走廊外 哪里有一道肥胖的身影不断地投来偷偷打亮的目光 而他瞧得李林静看来 顿时浑身一颤 缩到了主子后面 他是诸天王一脉的诸大玉 先前有过合作 李洛见状解释道 李林静微微汗手 刚欲说话 其神色突然一变 他抬起头看向黄金大殿远处 只见得有黑色诡异的烟雾缓缓地弥漫开来 并且在迅速地对着四方扩散 那黑色烟雾极为的诡异 仿佛是具备着生命力一般 同时其中传出了无数莫名低语声 即便是远远地瞧着 就令得人心中烦闷 有诸多负面情绪诞生 是那时灵真魔 他被我打破了肉身 如今彻底肆无忌惮 开始释放恶念污染 看来他不将我情注是不会罢休的 李林静缓缓说道 李洛眉头紧锁 原本黄金大殿内就混乱不堪 现在又多了一个时灵真魔 这可真是麻烦了 我们先去黄金大殿深处 其他各方势力的队伍也会去往那边 这时灵真魔如今这么无差别的污染 其他势力的队伍也难逃 所以到时候还能借助他们的力量 一同对抗 李洛低声道 眼下之际 只能将其他的队伍也给拖下水 不然光凭他们两人 怕是很难与那时灵真魔抗衡 李林静轻轻点头 而后李洛上前 对朱大玉肃然道 如今这座黄金大殿中混进了一个实力极强的异类 此前那些诡异散修应该也是他的手笔 我这堂姐先前就在与他交手 险些受到污染 朱大玉不可思议道 林香洞天内怎么会有异类 事实如此 李洛指了指远处扩散的那些诡异物器 朱大玉哑然 身为朱天王一脉的人 他自然对异类也不陌生 而且那种独特的诡异感 的确是异类不假 那我也得赶紧去找我的祖姐了 朱大玉有些慌慌地说道 这种危险的局势下 还是跟着自家人更安全 一起吧 你祖姐应该也会前往黄金大殿深处的区域 李洛提议道 朱大玉微微迟疑 然后也没有拒绝 毕竟眼下这种混乱局面 河丽的确比单独行动更安全一些 而后三人便是立即动身 加快速度对着黄金大殿核心区域而去 三人远去 在那黄金大殿外围的区域 诡异黑雾也是如同具备生命力一般的缓缓的蠕动 开始对着深处扩散 黑雾弥漫过处 诡异的低语声嘻嘻素素地响起 一些未能来得及逃脱的散修 一落入其中 双目便是迅速地变得漆黑起来 眼瞳中 仿佛有虫影在蠕动 而后这些被污染者 也就跟随着黑雾的方向 开始对着黄金大殿核心区域侵蚀扩散 第976章众人和聚 X李洛 李灵静 朱大玉三人的身影飞快地越过一座座庭院楼阁 迅速地对着黄金大殿的核心区域挺进 此时这辽阔的黄金大殿内已经开始变得混乱 后方那不断涌来的诡异黑雾 已经彰显了其可不知处 其所过之处 似乎一切皆被吞没 连此处的建筑都是消失于黑雾中 李洛时不时地回头张望 眼神凝重 在被李灵静打破了本体的束缚后 这时灵真魔反而变得愈发的肆无忌惮 不过或许是因为灵香洞天的压制效果 这使灵真魔反倒没有此前西灵暗欲中所遇见的那头 披着李灵静面貌的使灵真魔来得可怕 但关键是当时的李洛等人 身边还率领着各自其重 在核气力量下 他们足以抗衡封喉强者 可现在 他们却没有如此强远 唯有依靠自身之力 这难度显然不小 因为按照李洛的估计 即便这使灵真魔被压制了 但其力量 恐怕已经达到了天珠静的极致 眼下 就算是李灵静 秦英 朱朱这些八星天珠静联手 恐怕都未必能与其抗衡 李洛眉头紧锁 如果此时可以的话 他倒是想要退出这黄金大殿 但那诡异黑雾字外围涌来 却是断绝了他们的退路 他转头看了一眼紧跟在身后的李灵静 后者白皙的翘脸上 倒是有一丝血色开始浮现出来 先前李洛借助自身水像 木像 光明像的香力 对着李灵静施展了数道恢复类的像树 这能够加速其香力以及伤势的恢复 心中想着这些的时候 李洛三人越过一座高耸的院顶 他的目光对着后方扫了一眼 却是突然在某个方向顿了顿 那个区域已经被黑雾所笼罩 但在浓浓的黑雾中 竟然存在着一片空白的区域 远远的李洛隐约看见 那片空白区域中 似乎是有一道人影的存在 那是 先前见过的池灯人 李洛新头围动 那池灯人应该算是这座黄金大殿中地位最高的 而且其实力应当也是不凡 但其魂恶如行尸 即便如今四处被黑雾笼罩 他也没有任何的动静 李洛新中思索着 玄疾他感觉到前方出现了动静 目光看去 就见到一道肥胖的身影对着他们这边矫健的掠来 朱姐 朱大狱见到那道身影 顿时大喜 来人赫然便是此前见过一次的朱朱 那朱朱体型也是颇为的圆润 这正是朱天王一脉的特色 他落在前方 目光看了一眼朱大狱 然后锁定李洛与李灵静 朱姐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一路照料过来的 朱大狱说到 朱朱点点头 对着李洛 李灵静露出和善的笑容 倒是谢过两位朋友了 他更多的目光是在注意李灵静 此前在黄金大殿外他也见到过后者出手 所以知晓对方实力极强 你们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吗 朱朱问道 同时胖乎乎的手指指向远处的黑雾 面色凝重地问道 他先前还在这边搜集灵向经路 结果就感受到了后方的动静 应该是一头一肋混进了灵香洞天 李洛道 他并没有说时灵真魔的情报 毕竟此时还关系到李灵静 想来他也会在意其他人知晓 他曾经被侵蚀污染的经历 朱朱闻言 顿时震惊道 怎么可能会有一类混进来 各方势力那么多顶尖强者都在门口蹲着的 在那门口 各方天王级势力都是派来了顶尖强者 其中不乏超过七品的高品侯 此等实力 即便是在天元神州上 也算是一流人物 李洛贪了贪手 朱姐 咱们一起行动吧 那一类不好惹 单独遇见恐怕没人能讨的好处 朱大狱说道 朱朱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我们先前往那座主殿吧 尽可能找寻其他元首 一同应对 李洛指着不远处的那座最为雄伟的大殿 说道 众人皆是没有意义 而后对着那个方向激略而去 此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被后方的黑雾所惊动 所以沿途间 可见许多神色金黄之人 他们也明白此时无法逃离 也就从众对着那座主殿逃去 半晌后 李洛等人出现在了主殿之外 不过当他们抵达这里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一拨人率先而至 而秦一的身影正在其中 他依旧是众人的忠心 一平一笑间 皆是吸引着一道道火热的视线 在秦一身旁 他那位族兄秦英也是紧紧跟随 护持 诸位倒是来得快 李洛冲着秦一笑道 秦一微微一笑 眸光看了一眼李洛 又是看向一旁的李灵静 眸光一动 道 林静姑娘是受伤了吗 李灵静闻言 白皙静丽的脸颊上也是浮现笑容 汉手道 先前与那异类交手了一下 他并未完全遮掩 毕竟秦一此女聪慧敏锐 完全否认反而惹人怀疑 而且他开口便是将异类之事说出 免得秦一在伤势问题上继续纠缠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皆是一惊 连那秦一也是肃然起来 顾不得李灵静气息地不动 追问道 那真是异类 李灵静道 他的实力极为强横 即便有着灵香洞天的压制 他依旧不是我们所能抗衡 我先前仅仅与他简单交锋 便是被其所伤 秦英眉头也是骤起 他的实力与李灵静相仿 如果李灵静都是如此劣势的话 那么他也讨不到什么好处 诸位 想要对付那异类 还得我们联手 到时候就算无法将其消灭 起码能够自保杀出一条路 只要逃出了黄金大殿 到时候召集更多人手 并然能够将其围杀 因为有灵香洞天的压制 这异类即便原本实力超绝 但也始终无法突破到 天相近的层次 李洛在此时开口说道 不过现在麻烦的不仅是这异类 还有被异类所侵蚀的污染者 他们数量不少 一旦那异类以这些污染者来消耗我们 到时候我们就会陷入险境之中 所以 我们除了联手合作 别无他选 李洛兄弟说得对 这个时候如果还分散的话 是会让污染者不断增多 到头来谁都别想活 朱大玉赞同道 秦一思虑一席 也是果断道 此时合作自保 的确是明智之举 秦一声望极高 他一开口 其他人自然是纷纷赞同 李洛龙手 秦一美眸看向李洛 纤细欲直指向这座金色主殿 道 这座主殿之上有诸多旗阵光纹 应该是具备一些守护之力 如果能够进入其中躲避 想来会是一个战时的庇护之地 李洛文言 也是目光头去 果然是见到这座主殿之外 有光纹流转 此处是黄金大殿的主殿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宝贝 不过正是因为有旗阵保护 我们先前攻击半天 都未能破门而尽 我建议此时我们先激活攻破旗阵一角 必入其中 秦一建议到 李洛上前 手掌小心地触及那厚重的电门 不过触及的瞬间 电是被一股佩燃剧力所震开 而电门上 光纹流转 隐隐间 仿佛是化为了一朵火焰之状 李洛见到那火焰 倒是双目为瞇了一下 这似乎很像是小无相火